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这个事完全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憋着不说 即便是我知道说出来会遭到很多中国移民中研公司各种攻击万骂 甚至是黑我 但这个事呢,我想了两天 如果不说的话 我又实在是自己没办法说服自己 干脆我就说出来算了 反正现在这个EB1A呢 这个通过率来看 已经被他们这些人给玩死了 针对中国申请人已经特别对待 这个是不用怀疑和猜测的事实 现在就剩NIW这一条路了 EB1A的申请难度 我个人描述就跟前几年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之前多次揭露过中国移民中介造假骗人的套路 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 可以回去翻看我这个视频 一个一个了解 我今天呢就不再重复去说了 如果你真的是想通过杰出人才的方式移民美国拿到绿卡 我相信你也一定有时间能抽出来个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去看这些 今天说的这个事跟我前两天在朋友圈发过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客户给我发的一个截图 一家移民中介公司讲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家公司叫什么啊 我觉得并不重要 反正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99% 你不用相信你就肯定不会上当 看到这句话 专业的移民机构不是符合要求的人办出去拿到绿卡 专业机构是指将不符合要求的人办出去才叫专业移民机构 我真的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截图会怎么想 总之我看到以后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句话你乍一看 也许真的可以唬住很多人 但是你别忘了 移民这件事的初衷 是从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移居到你更好的地方 你喜欢的地方 或者说你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移居到你认为更好的地方去生活 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移民这个行为呢 都是往发达国家去 我们看世界移民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人移民的几大目的地 美国 日本 韩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一直在前五名移民目的地国家 那么这几个国家都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普世价值的法治国家 诚信和法律是这些国家做任何事情的基本准则 你用合法的方式移民到一个文明法治国家 那么这个行为首要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诚信 专业的移民机构或者说移民律师 做的事情是对移民法律法规和要求有非常专业的研究 深入了解和操作这个类型的移民案例 然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及在完全符合移民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 去帮助那些不了解这个国家移民类型和要求的申请人 挖掘自身的优势和特长 收集准备有关的申请材料 准备证明其符合这个国家类型的移民证据材料 充分在移民官面前展示申请人 符合移民局要求的证据 阐述并证明申请人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利益 并且不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规则 然后说服移民官通过你的移民申请 而不是把根本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 通过造假材料的方式或者是所谓的包装 来欺骗移民官达到移民的目的 协助申请人拿到绿卡和通过造假违法的方式拿到绿卡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以诚信原则为根本的国家作为行为准则 对于违法犯罪的行为一直采取零容忍的政策 在美国有五个罪名可以导致你被直接遣返取消绿卡 第一个就是道德败坏类的罪名 比如说卖淫嫖娼 联邦和各州的重罪 比如说性侵 第三个就是毒品犯罪 第四个是枪支犯罪 第五个就是家庭暴力 那么通过造假的方式移民美国就属于第二类联邦重罪 根据美国移民和国际法案通过欺诈手段 申请绿卡的人将面临最高五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此外犯下移民欺诈罪的人可能被联邦政府指控签证欺诈 同谋和做出虚假陈设 每一项指控都会导致进一步的监禁和经济出发 最可笑的是我在Google里搜索美国移民造假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发现特别多中国的移民中业公司也在利用这些关键词在做广告宣传 就是我前段时间曝光的中国最大的黑中介也在其中 可见这些移民中介不是蠢 就是赤裸裸的坏 因为他们要么只雇着骗你的钱给你做假材料 做一个假材料收费从5000到10万人民币不等 做一套假材料最多的一个被骗了20多万美金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都讲过这些案例 但是他们还会跟你讲 这些不是假材料啊 都是真实的帮你写的论文啊 发表的媒体报道啊 获奖也是真的去参加了 好那么我就告诉你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给你包装成计算机安全网络专家 给你弄的那些奖和论文 还有项目一个个都跟真的一样 别忘了移民局不是傻子 给你用的这些东西 举办赛事的单位 发表论文的类型和渠道 奖项的各种细节 肯定不是给你一对一量身定做的 早就进入了美国移民局的数据库 你的材料稍作比对 就可以发现是可疑的 而美国移民局每年 见过的申请材料 以百万人计算 审核的原则是可疑即拒签 而你根本证明不了 这些是你真材实料的学术高度的 更证明不了你的学术水平 别忘了美国移民欺诈 这个罪名是可追溯的 如果你用造假的手段拿到绿卡 那么即使你五年以后入籍了 拿了美国护照了 移民局一样可以取消你的护照 并追究移民造假的责任 那我为什么说 只有中国的移民中介敢这么做呢 美国的移民律师都是美国身份 而大家都知道美国违法代价特别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也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朋友身上的 真实的一个案例 在社区的stop stand 没有停 被警察现场执法抓到 罚款是400美金 然后这个事呢 刚刚开始 罚款伪章的记录会直接显示在保险公司的系统 然后接下来的三年 全家的保险涨50% 连涨三年 因为保险公司认为你是高风险理配客户 如果你只是夫妻两个人的车辆保险 还算好 如果是十万左右的车呢 那么直接损失也大概就是多付六千美金的保费 三年以后重新评估还可以降下来 如果你家里的车辆 比如说父母也有车 那么捆绑在一起是有折扣的 对吧 这样就麻烦了 四个人的车辆 也是一起连涨三年 直接损失是一万两千美金 这个还只是经济损失 直接导致的其他影响 就是你的贷款批不下来 买车买不了 也许买房也有影响 医疗保险也有影响 因为你会被认为是属于高风险理配对象 如果你是绿卡入籍 也会查你五年内的交通伪章 会让你解释为什么 如果判定你是不遵守规则的人 那么就会直接拒绝你的入籍申请 包括平时租房等 这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会受到影响 可想而知 美国的移民律师 怎么敢帮你做假材料 递交给移民局 这可是比交通违章严重多的 联邦重罪 是要判刑的 再回过头来看 刚才我说的那个移民中列的话 看似挺有道理 仔细想想 就是在满嘴跑火车 把造假说的迷之自信 如果你信了 那么你就离倒霉不远了 说到底 这就是价值观的差异 他们利用你不懂的信息差 用中国的价值观来忽悠你 让你上套 那么也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我的视频当中看到 有中国的移民中介公司 插包的广告 因为他们是定向 定点投放的 这个不奇怪 我之前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看到这些广告 不管是插进来的 还是在下面做的一些投放广告 你都不用相信 你直接拉黑或者是举报删除 都可以了 好吧 好了 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大家都可以避开中国的移民中介 早日通过正规的渠道 移民美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